九個人送醫 其中有一名是孕婦兩個月了 坐在車上遭到了追撞 導致骨盆破裂 胎兒狀況不明 緊急送往北部醫院來治療 另外身亡的五十多歲婦人 是過年要跟朋友去爬山 卻遭遇了死結 另外一名是四十多歲的客運駕駛 昨天晚間才跟女兒吃完團年的年夜飯 如今卻是天然永隔 讓家人痛心落淚 再也無法一起出去玩 讓客運駕駛十三歲女兒心痛落淚 國道火銷車事故中意外身亡的四十多歲 客運駕駛因為離婚跟女兒相依為命 怎麼也沒想到除夕夜 兩人才剛吃完年夜飯 如今盡視天人永隔 客運駕駛直到最後一刻 仍堅守崗位 讓乘客全數平安下車 而國道車禍臟成兩死九人送醫 傷者當中還有一名是懷孕 兩個月的孕婦 跟家人出遊要返回臺北 卻意外遭追撞 而孕婦坐在副駕駛座後座 該測車身嚴重毀損 孕婦也傷得不轻 坐這位置 因為他們下車救人的時候 一下車沒多久就開始中 現在小孩子飽不飽的處不知道 然後他很疼 嚴重 嚴重受傷 而車禍立民死者是五十多歲富人 跟友人相約爬山 沒想到卻因為車禍意外喪命 他做保姆 我做冷氣 你們是要去北山嗎 對 經常去北山 對 常常 車禍當下是高速衝撞 是 如果衝撞當下就是油箱破掉 可能就是有其他的高熱或飲品 火吊人員搜證監視 要找出事故真正原因 而國道車禍兩死撞歲 兩個美滿家庭 也讓這個新年不平靜 謝謝彭光徐 蔡正順 SMG小組 秒的報導